鋪上大片绿油有草皮透明的阳台设计 眼望去新区街景映入眼帘 270度的阳台环境几乎围绕整层住家 这边的阳台就超过50坪 可能比民众您的家还要大 相当于一户有四房的空间格局 那现在呢全岸呢在做一些公社的一个规划 预计最快在明年 今年底到明年的第一季呢 我们的公社可以规划完成 记者会现场多达三四十人 可是却一点都不拥挤 这么大的格局未来还有可能只是客厅 为在新一计划区顺时针而上的建筑物外观 这么厉害价格当然也不便宜 外船比周边行情价高出三倍 一瓶190到250万元之间 也就是一瓶要600万元以上 位于建国北路上大安三宁公园 对面记者身后的这栋建筑物高楼层部分呢 市场预估有可能一瓶上看300万元 挑战彭坏南方线 30多楼高的建筑物 根据实价登陆资料显示 28楼的成交价 已经突破每瓶283万元 过去彭总裁设下这个防线 主要就是担心说 豪宅旁边的房价跟着被带动 那造成整体的房价飙涨 可是我们今年以来看到这个 挑战300万以上的豪宅案 其实它都属于个案表现 虽然近几年受到豪宅税影响 买期撒滑 近几年豪宅一平开价约在230到270万之间 不过5到7月上亿豪宅买期增加 交易最少有超过10笔 金额则是超过15亿元 专家指出豪宅市场是量增加软态势 只有小数低端家规划特殊的豪宅案 才有可能再创高价 记者程式链两万余台北 赛访报导